好 所以這家紅豆餅也是板橋 算是數一數二 早上11點到賣完為止 我們就是中午泡中島就來了 我們是慕名而來的 對 只有兩種口味是不是 對 奶油紅豆 給我們各個兩個好了 謝謝 這種是最古早味的 對 謝謝… 它是這種比較脆皮的 其實用看的就知道了 對… 皮超級脆的 這個現在一個多少錢 這一個13塊 現在一個13塊 你們賣多少錢 以前 50年 50年 50年老店了 天啊 50年 好扯喔 我住這裡這麼久 我真的是沒吃過 我真的太不應該了 它是紅豆的 它皮是那種 很薄的那種紅豆餅 對 因為其實我小時候 印象中的紅豆餅就是這種 是 脆皮的 然後皮 好薄... 因為後來吃的都會偏有點日式 那種麵包感 但我個人覺得吃到這個 就會有一種像回到小時候 沒錯 在可能鄉下會吃到的那種口味 其實紅豆餅一開始就只有 這兩個口味對不對 對 那些蘿蔔絲啊什麼芋泥 那都是後面人家自己在開發出來 剛開始就是這個 它怎麼沒有想說多做一些口味 因為我婆婆說 如果做太多口味的話 就會比較會剩 如果兩種口味的話就比較會剩 因為我們的東西都是很新鮮 當天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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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很好吃耶 它真的跟我們平常可能 吃多了的紅肉餅的感覺 是不一樣的 就是真的 我覺得真的可以 真的可以來打他一下 這奶油其實跟我們麵包 那個奶油有點像 不一樣 不一樣 我去吃起來還沒吃到 不不 大家都已經知道 這家店了 然後只有我們兩個沒吃過 拜託 開了50年 你們現在才吃 對 我們就是現在才吃 那我們就帶著它 然後去剛剛那邊 對 海料廚吃一下 好 謝謝老闆娘 謝謝 可是每天有什麼海鮮 這樣子的感覺 好扣人 不扣人 歡迎你 嗨 妳面請 謝謝 嗨 妳好 歡迎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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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歡迎我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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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歡迎你 這怎麼可以呢 來... 等一下 等一下 要分給 你錢都掏出來了 不行啦 我沒錢啊 給 你都還 歡迎... 歡迎... 歡迎你103 講到錢他就拿去了 歡迎... 歡迎... 謝謝... 真的假的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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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謝謝老闆 不行啦... 等一下... 這個很像婚宴會館 真的 等級耶 有人在那邊在辦婚禮就對了 對... 難怪這麼大千 這真的太豐盛了 真的 我覺得這個 不請他們介紹一下 我不知道怎麼吃耶 對 而且光看這個擺盤 真的會覺得 在海底的感覺 真的 太誇張了 姐姐幫我們介紹一下 我們介紹一下 這個是頂級的黑鮪魚 黑鮪魚 對... 然後這是深海鮪魚 龜山島葡萄蝦 葡萄蝦 趕快吃吃完了 我們這個蝦頭可以先拿去 拿去熬就對了 還可以在乾煎那個蝦頭 前骨 前骨 不是前骨 前骨 而且好大塊耶 哇 看起來就超新鮮的 我覺得如果可以在市區吃到 這樣子的菜 然後不用去到漁港 海邊 感覺很厲害耶 對 哇 這是葡萄蝦 葡萄蝦 葡萄蝦 這真的是光看就超新鮮 那很甜 一定很甜 對 帥的 很甜 很甜 就是你知道新鮮的那種蝦子 它吃進去之後會有一種 膠質感 然後很清甜 太多了 好像還有一個也是鮪魚類的 今天才是倒手的 今天才倒手的 對 黑鮪魚的魚鏢 對 好像刀子切的 這個是用麻油嗎 乾煎用麻油 是乾煎 然後薑片 好甜 他們沒有那麼多餘的調味 我剛剛本來想說 麻油的香氣 可能會像有時候用麻油煸的味道 會比較浮出 但沒有 它全部就是好鮮喔 魚鏢的原味都吃得到 而且它口感超香 那種和甘醬的那種 甘醬類的東西 本店必點的 本店必點 對 鮑魚海鮮湯 我剛剛在挖的時候 我發現裡面有殼的東西 是麵花香 跟蛤蜊 蛤蜊 蛤蜊 目前沒有看到什麼飯 對啊 沒有什麼名利 沒有什麼飯 而且好香喔 那個櫻花蝦加得真是對 好香 這個不可能 兩三個人來也可以點吧 有 有小鍋的 也有喔 會想來... 他們那個什麼三寶 吃一下好了 來 高粱酒 自己做的高粱酒香腸是不是 對 它是我吃過 香腸裡面算非常瘦 而且它的酒香 是很溫和的那一種 對 這個也是比較特別的嗎 它就是用那個 對啊 豬肋排 但是它用紅糟的這種 炸排骨的感覺下去弄 這個是蚵仔的嗎 這三個 蚵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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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錯吧 又來了 謝謝 這是什麼 今天商訪的是 這附近美金櫻的好頂級 深海大紅條 紅條 對 我之前真的就在這附近 我大概每天都會經過這裡 沒想到今天進來之後 才發現其實 人少少的偶爾想吃一點 好料的 像粥啊 兩個人 三個人你也可以點 OK 那妳會約我嗎 考慮一下 考慮一下 講那麼多 我想說妳是要約我的意思 那妳又很少來板橋 我可以為了這個來板橋 我說為了這個 不是為了我 妳又為了這個 為了這個 然後妳請我 好 好吃的魚真的不需要 多多的調味 真的耶 而且這紅條肉多到 我每次都覺得這種肉多 人家吃雞腿 你知道 可是太飽了 這個是會有可能 魚吃完這個湯汁 幫我們炒蛋嗎 可以 對不對 你看這家店除了很豪華之外 其實它很有人情味 對 這個一定要嘗嘗 我會嘗啊 我再拿來澆粉 超好吃 很鮮對不對 再把這個魚肉這樣子 放到上面去 鋪上來一點點 來一點蔥絲 它的水放好多 對 它吃蒸蛋的感覺耶 真的超好吃 謝謝你完成它無理的要求 對啊 然後我們剛剛記得那個葡萄 葡萄蝦 幫我們 蝦頭拿去炸 對 是炸還是煎 乾煎 乾煎 好幸福喔 天啊 你看 它側面是長這樣子的 你要不要咬一口 好 這一口一定是大精華 精華 這如果挖出來 也是拿來膠盆或是炒 半個麵也是非常鮮的那種 這真的很鮮 而且會一顆一顆 然後接著吃 好好吃喔 然後還有 你剛剛很想喝雞湯對不對 對 喝一下那個雞湯 這湯一看就知道是那種 你知道 港式有一種做法 就是做上湯 對 它就是一定要用那種精華或 老母雞加白菜 有時候要用瘦肉去熬 熬到一個程度之後 好清湊 台灣人來做這個湯 對 不會太鹹 不會 就真的很像那個滴雞精 你知道滴雞精 的那個原汁原味的那種感覺 而且現在來吃吃對的 現在黑魷魚剛出沒多久 現在是來吃吃對的這樣 真的 你嘗一下 你知道這一家嗎 你有聽過嗎 我沒有聽過 因為其實這一家真的有很多 很多人都會指名就是要來吃這邊的冰 因為它有一個 製片冰 製片冰 甘蔗的製片 它這甘蔗原廠是把它就是 烤熟之後 然後把它炸成汁 然後那個汁做成冰 天啊 所以吃起來滿解口的 它光這樣講是覺得很好吃耶 你好 來... 妳們常看到它嗎 確定 好漂亮 因為他說它是常常為了你們 他才來樂華夜市 對 而且這裡晚上的時候人很多 所以我們今天下午來 下午來 然後你可以吃這個招牌的 玉劍泥 玉劍泥這片冰 它裡面就是有他們的 有一片玉球超好吃的 玉泥球 然後有玉泥漿 跟玉圓 湯圓 對 然後聽說你們還有一個下玉限定 對不對 沒錯... 是哪一個 好 那我們就點這兩個 可以再點一杯杏仁 沒問題 杏仁無茶 謝謝 是我們自己磨的喔 我可以懂 妳為什麼專程來了 怎麼說 好吃耶 我跟你講 真好吃耶 這一個啊 這一個算他們家招牌 因為它在這個冰裡面 你可以吃到芋頭的各種可憐 像它上面有這個玉泥 你先吃這個玉泥 因為我真的是太有心得了 不是觀光客 這個很Q 很Q的那個玉泥 玉泥球 可以拿來夾在蛋糕裡面 跟麵包裡面的那種 那種玉泥耶 你在吃這個 這個是玉泥的那個 有點像泥漿的那種感覺 它的口感又再更水一點 各種可能 對 真的 它淋在上面 就是會有一點 增加它的濕潤度 對 但是冰還要介紹一下吧 妳剛剛講這個對不對 甘蔗下去弄的 我沒有吃過這樣子 妳吃了 它會有一個 很獨特的那種台燒的香氣 有嗎 真的 有 就像妳講的是 一樣都是甜甜的 但它就是多了一個 剛剛妳講 妳剛剛講 我就覺得很有畫面是 甘蔗這樣燒過之後 然後再下去煮糖 就是那個煙燻味都出來了 就是它沒有把糖這樣額外淋 再清冰上 可是它本來就是用甘蔗的甜度 然後做成這個片度 所以它的甜度會很酸 我們吃一下限定的 這個是夏日限定 這個我倒是沒有點過 好古早味 鳳梨跟仙草的組合 我們有試過嗎 沒有 我覺得又有點小陌生 但吃起來又好無違和感 而且這鳳梨 不是屬於那種酸口的 它保留鳳梨的脆度 但是今天是淹過的那種鳳梨 鳳梨冰茶 就是鳳梨水果茶 那種醃漬的鳳梨這樣 可是它是 還保留了鳳梨脆脆的口感 我滿喜歡這種古早味的 真的 但是有點年紀的人會喜歡 兩個都好吃 都好吃 板橋這樣騎車過來 OK喔 真的很熱 板橋還算近的 其實有很多東南部的人 他們來台北玩 也來逛夜市 也都一定會來這邊朝聖一下 真的 像林莎住高雄 你看高雄坐高鐵 直接來吃 專程來吃 太扯了 這個也是聽說是厲害的 杏仁茶 杏仁茶 說自己磨的 他們自己手工製的杏仁茶 很純耶 你有看到我在幹嘛嗎 我在說它 就是它裡面是 喝起來口感超像綠豆沙的 像不像 你看它豆菜直接有點濃稠了 對 是 它裡面看起來是白色 但是它裡面有 對... 有沒有 杏仁茶 這樣可以 而且它做蛋好可愛喔 用外帶的時候也可以 而且最主要是 我覺得它的整個配置 對 就是芋泥的 芋頭的各種可能 做得非常好 芋頭家族好不好 對 喜歡吃QQ的 或泥漿的 喜歡吃球狀的 他們都有 讚 對 就一碗冰全部解決了 好吃